狗狗坐在手术台上 让医师处诊 进行一系列的健康诊断 动态X光摄影像下移动 咔嚓一张就能清楚拍下 心脏肺部的动态影像 还有这台CT电脑断层扫描仪 用来检查毛小孩心血管的设备 规格就跟人一级一样高阶 所以他对于我们的 除了预防医学可以造全身 胸腔腹腔之外 他也可以特别帮我们 把心脏照得特别清楚 全台超过240万人 登记饲养猫狗 布置宠物服务业商机爆棚 全台第一间动物预防医学中心 正式启动 如果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 可以有效的减缓宠物的病痛 而且让他们承担 比较少的身体负担 预防的检查费用 反而比后续的治疗比较低 如果你检查发现 你可以及早处理 可是你可能到他16岁了 才发现他有肿瘤 可能到后期你要开刀 或是做一些安宁治疗 一次可能都是要万以上的 毛小孩爸妈一年比一年还要多 养宠物人口在2019年 正式超越新生儿人口数 以2023年为例 全台新增猫狗饲养数量超过30.7万只 童年新生儿人口却只有13.5万 动物比人还要多出17.2万 就是跟你的家人一模一样 为什么他已经生病了才不知道 就是一般没有做预防医学 就是到目前为止的寿命 大概平均寿命大概狗狗 大概十来年嘛 14年13年这样 可是实际上如果预防医学 做了彻底 我们都相信 活到20年是没有问题 毛孩含金量大增 台湾穹物商机上看600亿元以上 全球动物健康市场也逐年扩大 日估将在2026年成长到2520亿美元 大约等于8兆台币 所以这样毛小孩的人越来越多 宠物高龄化 更成为毛孩家长们注重的议题 明天新闻李冠戴阿伦 人态报导